而中国宣传部门所统侠的中国主流媒体正在大规模齐声歌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而博焱按照中共指令唱赞歌或是发言的中国民间的一届领袖呢 则是纷纷被封嘴了 与此同时没有唱赞歌也没有被封嘴的世界媒体 又是如何看中共三中全会呢 下面是今天的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 把时间交给VOA卫视记者齐之锋 好 谢谢东宁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举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宣传部门控制的主流媒体 发表了高度一致绝对雷同的宣传报道 令人恍如回到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在事实所提倡的舆论疑虑的时代 这种节奏一致 声调一致 歌词一致的赞歌宣传只单调乏味 显然让中共宣传部门也觉得难为情 于是中共权威宣传机构新华网感到有必要用国际媒体的报道 来点缀一下中国官方报道的单调和乏味 新华网的报道说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服役公布就成为国际关注重点 而在这个重点中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成为几乎所有国际媒体和观察人士聚焦的一个关键词 但是美国市场观察网站记者迈克尔基成11月13日发表报道标题是 中共全会公报毫无决定性可言 基成的报道跟中共的宣传完全相反 基成已充满反讽的笔调写调 经过许多个月的大吹大雷大鼓噪之后 中共当局推出了全面的改革方案 其措辞的含糊的公报 立即导致五花八门的评论 基成的报道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11月12日晚间 推出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 一些经济学界人士和分析家表示还有希望 另一些人则表示失望 但大多数人士则一致认为 中共里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 还需要等待更多的细节 出来之后再看 基成的报道说 人们读三中全会公报 最初的和压倒性的印象是 该公报内容空泛缺乏信息 尤其是缺乏经济改革的信息 对于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来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向世人确实是传达了明确而清楚的经济和政治信息 法国世界报报道的标题是 中国经济开放 政治封闭 与此同时 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则指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翻映出 中共习近平领导班子在经济政策方面击重难返 思想分裂 在政治上反动和倒退 报道说 三中全会一方面要说推进放松金融和投资管制 另一方面又要维持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体制 此外 还将新设立目的在于加强社会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当局在其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 大理宣传将推出 范围之广 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改革 然而 在众多的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记者看来 三中全会的主旨不是要改革 而是要加强中共的专制独裁 中共设立类似于苏联特务组织克格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是加强中共独裁的一个具体部署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举措 是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权力的一个步骤 习近平的两个前任都没有能获得这种权力 这一举措也扭转了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集体领导体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可能让习近平得以进一步掌控中国国内安全机构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媒体看中国